纽约市旅游当局表示 2023年 纽约市旅游十大国际市场 除中国外 都已恢复到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 该局预计 更多中国游客到来 要到2024年或以后 根据纽约市旅游合会展局的数据 2023年到纽约市旅游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 依此为英国 加拿大 法国 巴西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墨西哥 澳大利亚和中国 疫情前的2019年 中国曾创下仅次于加拿大的 纽约第二大旅游国家的记录 达119万人次 而今年预计仅为38万6千人次 航运和准入仍然是重大挑战 纽约市旅游合会展局总裁兼 首席执行长弗雷德 迪克森 Fred Dickson 告诉美国之音 大流行前 我们每周有数百个航班 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现在我们的航班数量 越多于50个 据美国旅游协会 新的中国游客 不包括已获得10年签证者 或旅游签证 平均要等待180天以上 迪克森表示 美国国务院正努力减少全球签证 等待时间 纽约独立媒体城市 The City认为 除了航班和签证 地缘政治 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要超越2019年的旅游记录 可能取决于美中关系的状况 拜登政府限制中国人 获得先进技术的努力 已经影响了前往纽约的旅游 没有中国游客 美国旅游业难复苏 8月 中国政府恢复旅行社 经营中国公民 出境团体旅游业务后 纽约市旅游与会展局帅 9家旅游业合作伙伴 于9月7日至14日 在北京和上海 进行联合销售和媒体访问 我们遇到的每个中国人 都对返回纽约旅游 抱有广泛的热情 狄克森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的一些统计数据实际上显示 我认为当你看到世界上 对中国游客最鼓舞人心的目的地时 纽约市排在前五名 并且仍然如此 2022年 纽约市接待了5670万名游客 恢复了2019年创纪录游客量的 约85% 2023年 预计游客人数将达到5960万人次 其中 国内游客人数为4880万人次 国际游客人数为1080万人次 美国公司合伙旅游机构 Brand USA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 汤普森 Chris Thompson表示 2019年 中国游客是美国最大的消费市场 支出超过300亿美元 没有他们 美国旅游业就不会复苏 旅游业新闻网站 Steve.com说 美国的西海岸目的地将比东海岸目的地 更快地增加于中国的航班 因为影响东海岸的问题 是自俄乌战争以来 美国航空公司被禁止飞越俄罗斯领空 纽约帝国大厦观景台总裁 张伊夫 佳琪 John E. Gauzy 表示 中国和美国都必须批准新航线 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纽约市旅游局首席执行官迪克森说 在如何恢复这些路径方面存在一些真正的挑战 对话正在进行中 我无法具体谈论它 我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但市场乐观地认为 这个问题将在未来几年得到解决 这是肯定的 这不是需求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路径问题 年末节假季到纽约旅游人数将达700万 纽约市旅游局预计 今年节假日季节 到纽约市旅游的人数将达700万人次 为推动国际游客到访纽约 该机构退出了到新版本旅游宣传 除了即将举行的 全球规模最大的马拉松比赛 11月5日 还有11月23日第97届 梅西百获改恩节大游行 以及12月31日 最具代表性的时报广场 除夕跨年水晶球降落仪式 展望2026年 美国将庆祝250周年纪念 迪克森说 这确实是我们谈论纽约在我们国家的角色 美国政府如何起源于纽约的时候呢 1785年 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 华盛顿在纽约华尔街联邦厅宣誓就职 在同一地点召集了美国第一届国会和最高法院 并起草了美国权力法案 2026年 第23届国际足连世界杯 将由美国 加拿大 和墨西哥主办 世界舞台上没有哪个地方 能像纽约一样举办活动 我们非常自豪 能够与新泽西州合作成为主办城市之一 迪克森说 纽约机场设施大翻新 迪克森表示 等待国际航空游客的将是全新的体验 我们所有的机场都正在进行重大升级 肯尼迪机场 纽瓦克机场 和拉瓜迪亚机场的投资 超过200亿美元 其中 拉瓜迪亚机场 已经完成重建 其B航站楼 最近被国际运输评级机构 SKITRAX的全球客户调查 被评为全球最佳新机场航站楼 肯尼迪机场新建了8号航站楼 为美国航空和英国航空提供服务 耗资95亿美元的1号航站楼 目前正在建设中 耗资42亿美元的新6号航站楼 已经拓土动工 整个项目预计将于明年完工 纽约市市长埃里克 亚当Eric Adams 也加入了欢迎中国游客的拉拉队 从我们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欣欣向荣的百老汇演出 以及我们多样化的高档餐饮 选择来看 纽约市不是会回来 它已经回来了 我们对旅行限制的持续放松 和进入纽约市的准入增加 感到鼓舞 为了支持这一积极势头 我们的政府为纽约市旅游家会议的旅游营销和推广工作 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以鼓励中国游客返回纽约城 纽约市旅游局推出了旅游贸易学院 一个免费的在线教育培训工具 配有简体中文字幕 指在为全球旅游行业提供有关纽约市的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知识 该局在中国的代表处与中国旅游论坛马蜂窝 在中国社交网站微博上发起去纽约 就现在的旅行需求媒体计划 我们预计明年将有更多中国游客回归 纽约市旅游局总裁监 首席执行官迪克森表示 主席执行官迪克森